Hello 大家好 我是家聪 Hello 大家好 我是家聪 隔壁的朋友 高Ling 大家看過畫面也看得出 高Ling是有多高的 好啦 今天就請我高Ling過來 聊聊聊天 玩魔術 前面其實已經在IC上 預告了一些朋友 說會有高Ling 所以他們都收集了一些問題 是不是什麼都可以問的 什麼都可以問的 但就不是給我回答 選擇才是 你什麼都可以問的 但我不是給我回答的 我們都有挑選過的 太普通了就不問的 好緊張 我都很緊張 我都出汗 等著你們這麼高的人拍攝 好 第一個問題很簡單 就是我的Q&A 就是為什麼叫高Ling 因為Keyman 即是說高Ling 我跟她一起去南非吃一杯 吃一杯的時候 我的名字很長 高Ling 有些人叫我海靈 有些人叫我高海 那時候就沒有統稱 人們叫什麼 Keyman那時候就說 簡潔一點 你的名字叫高Ling 然後整個旅程都叫我高Ling 回來之後 全香港人都叫我高Ling 其實原來不是因為你長得高 其實都很符合 對 剛好你又撞不到 你又高了 對 街道的人都會說 哎呦 高Ling 真的很高的 通常是街道的人 遇到我的時候的開場霸 我今天看到 我剛剛去接她的時候 我都發現 她等一下她也是說這個 她今天穿高跟鞋 本身我們 我姓中打扮上來的 我也是啊 我戴得上來的 是啊 梳了頭 我本身這個 我打算站著做的 不過看到高Ling這麼高 我現在被迫著坐在這裡 下一個問題問得多好 就是女生這麼高 有沒有什麼是不方便 太多了 其實我以前就覺得高是不錯的 就是站出來有那個 脾氣 脾氣 沒錯 沒錯 但是入了行之後 就發覺我經常被人困 特別是有時台慶 你有時穿著很漂亮的晚裝 那你當然是搶一雙高跟鞋 那些男生全部都 這麼高 沒有走在我旁邊 因為通常我們走 你才會一屁屁走 很多時候我就是被人嫌棄 還有拍攝會不會呢 我有時拍攝呢 例如如果 餐太遠其實你也要可能 拍攝通常擀薄的 我試過和小儀拍 我以前吃什麼 我的很多對手氣 那她經常把我拍攝小儀 那我就把我肩膀炒她 那肩膀炒她也瘦一點 但是把她肩膀炒我的時候 低炒 那裡的全部的角度 都是低炒我的 那如果讓你多選一次 你想高還是矮呢 都是高 你試過去行年宵的時候 其實高是有多少好處的 因為呢 可以一望一望 對呀 其實找人比較方便 人家找這個方便 人家找這個方便 人家常常會搶上一點 咦 說回矮 有沒有聽過矮靈這個人 有 有聽過 哈哈哈 幫我說 因為有人做個問題 但我沒有設定下來 但我純粹 高靚矮靚的 下一個問題 會不會因為山的那麼高 所以就比較少和一些 不是那麼高的男性接觸 即是山的不夠高的男性 可能會不會太敢和你接觸 不會呀 這個世界上 不是男還是女 不是那個矮的 你沒有什麼 可能人家會害怕 你明白嗎 我經常說起 我要這樣 我頸椎會嫌 我有頸椎嫌 我欺負她說 你怎樣 我們一會看什麼 整件事會對頸椎 不太好 好了 下一個問題 喜歡什麼類型的男生 其實我經常都覺得 沒得傷的 你不說什麼 就是當你喜歡一個人的時候 他什麼都會在你眼中是好的 你的優點來的 小女 出世事 對 出世事 但是如果你緊張又問我 我是喜歡一些 在他的靈活裡面 很厲害的一個男生 例如我經常欣賞 拍照很厲害的男生 其實每個人都看到的東西是一樣的 但在他的視覺裡面 找到一些不同的東西 對 對呀 我都會覺得 你才能做到的 那我就會覺得很厲害 其實我本身就是吃東西師 這個我更加喜歡 對 我是吃東西很厲害的 其實我也是 我從140磅吃到200磅 那你比較厲害 我對於吃東西的厲害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我可以吃到那樣東西 他用了什麼做的 就是例如 我們都是吃一塊壽司 那你會說 它的味道很新 壽司來我 壽司來我 我可以形容到 例如他加了一些柚子味的醬油 那一類的東西 我可能 我味覺就很敏 你不敏了去吃 因為我本身比較餵吃 那這裡極了 因為我也是餵吃的 但我就吃不到 有一段時間 我都是 我在澳門 吃了一間小校 我覺得好吃的 我吃過幾次 我記得每次生意都不太多人 我想 糟了它這麼好吃 但是生意又不是那麼好 會不會以後捱不住呢 那我打算幫他 我專門拍了一段影片 下去吃東西 然後我吃 嗯這個好吃 然後我吃這個 嗯這個也好吃 然後拍完這段影片 出了一個月之後 那間餐廁了 你下次帶我 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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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吃東西試 我吃東西飯 你喜歡不喜歡這種人 我喜歡 我喜歡 那可以 我們下次約個時間 我們先學一下 當初為什麼會入行呢 當初入行是因為媽媽 我媽媽是很喜歡唱歌的 很想愛船江姐 再加上 你知道有些口頭蟬 就是 你女兒這麼漂亮 所以到我17歲那年開始 她就不停會給我一些科目 你參加吧 參加吧 那為什麼那年真的去了參加呢 就是因為那年去加勒比海 就是我那年的外景是加勒比海 爸爸就說 你試一下吧 未必會選中你的 而且去加勒比海 選中了你的旅行也好 所以就真的報了名參加 誰知道我真的入了 剛剛入行的時候 其實是有點覺得自己不適合做這一行 因為我們去加勒比海 十多天 十多天都是穿衣 那變相就 就是焦點放在身材裡 然後就有很多很多 叫做不是那麼好的新聞 所以我算完講完之後 我有一段時間我是抑鬱的 我是很不開心的 不過就很幸運 我去了做健身 我在做健身的時候 就認識了一班師傅的朋友 給了很大的鼓勵 但是那個師傅是認識你的嗎 不會的 就是她不知道你是高可靈 她知道 我們當時喜歡烤桑拿 大家就聚在桑拿房一邊聊天 當時她就說 你是不是雪光姐的高可靈 我當時我不認識 後來他們知道我是 然後就問我為什麼不認識 我就說因為我覺得全國都不喜歡我 我很害怕面對群眾 然後他們就反而安慰我 那時候你就發覺 原來是這樣嗎 原來不是所有人都不喜歡我的 然後開始就很依賴他們 開始就原本不喜歡出街 不敢出街面對人 到後來就 我整天都很想去做健身 然後碰到他們 然後跟他們聊天 那班人對於我來說 是我人生一個很大的主力點 我才可以再重新面對這一行 你最近很厲害 你連登 是不是Baby Kingdom 對 就是都開了一個帳戶 去跟他們聊天 我覺得人會成長的 當初始終是小時候 你不懂得面對這些評論 你會太過認真 但是呢 人們慢慢長大了 會懂得面對這些新聞 那現在的話 我可以說我的 我心很強大 其實真的厲害 就是你已經可以直接去 跟他們溝通 你不可以跟他們罵 你想跟他們聊天 這些 可以這樣說 我不知道 我其實開了這部劇 出街的時候 我每一晚都有手去 不同的論壇看 不同的評論 那你見到一些好的評論 你又很想親口去多謝他 那你見到一些 可能對劇集有些疑問 或者是對我們劇情那樣 你有些問題 我又很想去解答他 還有我覺得如果真的對一個 真的喜歡來的粉絲 都是一個很好的 驚喜很好的 是 我想上網 突然間你出來 跟我講話 對 他們覺得很棒 終於我那一晚 突然間 一時衝動說 不知道我開了 不跟他們聊天 開了就跟Baby kingdom 媽媽先聊天 當他們知道 那個帳戶真的是我 他們很多時候都是給我 很正義的鼓勵 而且是很真實的 令我覺得 原來這麼多年來 其實我一直都是想著 我要行動 是證明給大家聽 我是一個點的女生 而 原來是 是真的做到的 因為 連燈那邊 可能就會偏向 考生仔多一點吧 他們討論得很易烈的 我一覆了一個post之後 大家都靜光了 我現在都糟了 我是不是做錯事 我是不是不應該說 是否阻止別人 說你的話 你那個感覺好像是 人家的房間 現在是說的 你一進來 你一進來 說什麼 說話 然後就靜光了 開頭很靜 直至到我昨天 我在記者面前說 那個是我 然後他們真的知道 這個人是我 開始很多 聊天 開始聊天 開始大家進去覺得 你也挺有膽 我想來和我們聊天 但是反應是正面的 反應多一點想來聊天 我們願意一起聊天 一起玩 我覺得這件事我很開心 挺好的 你下次就直接開個post 我是高雷靈 你問我答 TVB這麼多藝人 最不喜歡跟誰合作 為甚麼 為甚麼 會不會議題 我回答第一條問題 是不是 立即議題好 是有意思 輔導人 輔助自己 開死 可樂 開死 開死 叭利 開死